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做一个声明 本视频仅供大家娱乐和学习 只是本人对投资的一些感悟 不构成任何对投资的建议 今天我们要和AI讨论的这家公司 叫Devita Incorporation 就是这家公司 Devita Health Store 这是一家提供肾脏透析服务 及其护理的医疗服务公司 是全球最细分市场的龙头 先说结论 公司市值高于100亿美元 净资产收益率接近80% 市场的运行效率非常高 毛利率高于30% 这三项硬指标符合我们的选股标准 动态市盈利目前是17.35倍 估值也不算高 其财务报告显示有一类优良债务 即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是什么 它是等于说还没有提供服务 就已经收了客户的钱 相当于先占用了客户资金 而无需支付利息 这会对公司产生很良好的现金流 而根据麦克波特的无作用力原理 这是强大的溢价能力的表现 客户对公司有交强的依赖 可能客观上说明客户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根据巴菲特的护城河原理 这表明这家公司有很强的护城河 大家如果不清楚麦克波特的无作用力原理 我们将来也许专门讲一个专题 讨论麦克波特的竞争战略 下面我们就和 A2开始讨论这家公司的详细情况 特别是关于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能力 与竞争对手相比的优势 以及公司可能潜在的增长潜力 最近注意到这只股票有很大的上涨 而且历史在市场不太紧气的条件下 它涨了不少 我想继续和你讨论刚才的话题 是有关DVA的股票 这只股票在最近一段时间历史上涨了很多 为什么 Devita Inc. DVA的股票最近确实有显著上涨 以下是一些关键点 最近的股价表现 近期涨幅 截至2024年9月10日 Devita的股价为153.55美元 相比之前几个月有明显上涨 年初至今 2024年年初至今 Devita的股价已经上涨了约44% 驱动因素 财报表现 最近的财报显示 公司营收和美股收益均超出预期 这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市场情绪 市场对医疗保健行业的整体看好 也推动了Devita的股价上涨 历史数据 52周范围 Devita的52周股价范围 在71.51美元到156.44美元之间 交易量 最近的交易量也显示出投资者 对该股票的兴趣增加 如果你有更多具体问题 或需要进一步的信息 请告诉我 我们继续我们前面的话题有关DVA股票的讨论 好的 关于达维塔宝剑 Devita Inc.股票代码 DVA 这是美国一家主要提供肾脏护理服务的公司 最近 DVA的股价表现如下 当前股价 约为150美元左右 近期波动 在过去一个月内 股价略有上涨 财务表现 2023年第二季度 达维塔实现了30亿美元的营收 每股稀释收益为1.9亿美元 你对DVA股票的哪些方面感兴趣 是财务数据 市场表现 还是其他方面 我想先与你讨论一下 DVA股票的行业背景 行业整体增长状况 以及DVA在这个行业中的地位 它的市场占有力 好的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达维塔 DVA股票代码 DVA的行业背景 整体增长状况 以及它在行业中的地位 和市场占有率 行业背景 达维塔主要在肾脏护理 服务行业运营 特别是透析服务 这个行业的增长 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 包括慢性肾脏病 CKD 和周末期肾病 ESRD 患者数量的增加 全球约有10%的人口 受到慢性肾脏病的影响 行业整体增长状况 透析服务市场 在2023年的规模为 771亿美元 预计在2024年至2032年之间 将以5.1%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增长 这种增长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 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的增加 导致慢性病和肾脏病的发病率上升 糖尿病和高血压 这些疾病是肾脏病的主要诱因 技术进步 新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不断涌现 Devita在行业中的地位 达维塔是美国第二大透析服务提供商 仅次于费森尤斯医疗 Frasenius Medical Care 达维塔在美国运营着 约2724个门诊透析中心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也有业务 2020年达维塔的总收入为115.5亿美元 其中美国透析收入为106.6亿美元 市场占有率 达维塔在美国透析服务市场中 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 根据最新数据 达维塔和费森尤斯医疗 共同主导了美国透析服务市场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你还有其他具体问题吗 从你刚才提供的情况来看 费森尤斯医疗具有更大的优势 请您能告诉我费森尤斯医疗的毛利率 以及达维塔的毛利率 以及这两个公司目前的销售规模 相比各占百分之多少 好的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 费森尤斯医疗和达维塔的毛利率 以及销售规模 毛利率 费森尤斯医疗 截至2024年6月 费森尤斯医疗的毛利率 为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六 达维塔 截至2024年 达维塔的毛利率为百分之三十二点八 销售规模 费森尤斯医疗 2020年 费森尤斯医疗的总销售额为 一百七十八点五九亿欧元 达维塔 2024年第二季度 达维塔的合并收入为 三十一点八七亿美元 按此推算 达维塔的年销售额 约为一百二十七点四八亿美元 市场占有率 费森尤斯医疗 费森尤斯医疗 在全球透析产品市场占有 约百分之三十五的份额 并为全球 约百分之九的透析病人 提供服务 达维塔 达维塔 在美国透析服务市场中占有 约百分之三十五的份额 从这些数据来看 费森尤斯医疗 在全球市场上 具有更大的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而达维塔 在美国市场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请告诉我 这两家公司在最近五年里面的净资产收益率 好的 让我们来看看费森尤斯医疗和达维塔 在最近五年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费森尤斯医疗 费森尤斯医疗的净资产收益率 在最近五年内有所波动 以下是一些关键数据 2019年约为百分之二点二七 2020年约为百分之二点三六 2021年约为百分之二点九一 2022年约为百分之一点三六 2023年约为百分之一点五零 达维塔 达维塔的净资产收益率 在最近五年内也有所变化 以下是一些关键数据 2019年约为百分之十五点五 2020年约为百分之十二点三 2021年约为百分之十三点二 2022年约为百分之十一点八 2023年约为百分之十点五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达维塔的净资产收益率总体上高于费森尤斯医疗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从净资产收益率看达维塔应该远远的比这个非生优势医疗要好得多 甚至可以推断非生优势医疗的经营状况非常堪忧 因为它净资产收益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三 但是达维塔也不是特别高 为什么达维塔的股票最近涨了这么多 而且是历史上涨 那么它是否有一些新的发展 新的创新 比如说在AR领域里面是否有新的突破 或者新的预期给投资产带来的新的预期 刚才和微软AI讨论的关于 德维塔的这个净资收益率 我发现它的数据可能有误 它主要是根据中文媒体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默默的背景材料可以看到 德维塔的这个经营收益率是相当高的 从单机报来看有接近30% 从年报来看呢 今年的2023年的去年的年报是78% 前年是76% 都是相当惊人的经营收益率 关于非生优势医疗呢 在这找不到数据 因为它这是一家德国公司 从它的那个 从微软AI所提供的资料上来看呢 是不是很理想 因为经营收益率只有3% 达维塔 Devita Inc的股票 最近上涨有几个主要原因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持股 达维塔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 重要持股之一 巴菲特的投资 增加了市场对达维塔的信心 财务表现强劲 达维塔在2023年第二季度实现了30亿美元的营收 每股息事收益为1.9亿美元 市场需求稳定 肾脏透析服务的需求稳定且持续增长 特别是在美国 达维塔占据了重要市场份额 新的发展和创新 达维塔在AR领域并没有显著的突破或预期 然而 公司在其他方面的创新和发展 也为其股票带来了积极的预期 技术进步 达维塔不断改进其透析技术和服务 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全球扩展 达维塔在美国以外的多个国家扩展业务 增加了其全球市场份额 战略合作 达维塔与其他医疗机构和技术公司合作 提升其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达维塔股票的上涨 你对这些信息有其他疑问或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方面吗 刚才你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也就是巴菲特的公司 布克希尔哈萨维 是达维塔的持户者之一 那么我想知道 那么布克希尔大概持有达维塔多少股票 占其总股本的比例是多少 请您告诉我 布克希尔哈萨维 购买达维塔股票的大概成本 布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在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购买达维塔 Devita Inc.的股票 并在2014年第四季度完成了主要的持股 根据数据 布克希尔哈萨维购买达维塔股票的平均成本 约为53.4美元 你对这些信息还有其他问题吗 或者还有其他方面需要了解的吗 达维塔的管理层次有公司多少股票 我是在问 达维塔的主要管理层包括CEO 他们是否持有达维塔的股票 他们在近期有没有卖出达维塔的股票 达维塔 Devita Inc.的主要管理层确实持有公司的股票 以下是一些关键信息 Fail Javier Rodriguez 持股情况 截至最近 Javier Rodriguez持有约897,716股达维塔的股票 近期卖出 2024年8月27日 Javier Rodriguez卖出了40,119股达维塔的股票 交易价格为每股155.93美元 总金额约为625.65万美元 此外 他在2024年2月27日也卖出了75,000股股票 其他管理层 其他管理层成员也持有达维塔的股票 但具体持股和交易情况需要进一步查阅 公司提交的监管文件 如SEC的Form 4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公司最近有没有股票回购计划 是的 达维塔 Devita Inc.最近确实有股票回购计划 公司董事会批准了为现有股票回购计划 额外授权20亿美元 这表明公司对未来的财务表现充满信心 并希望通过回购股票来提升股东价值 你对这些信息还有其他问题吗 或者还有其他方面需要了解的吗 从公司的这个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比较可以看出 这家公司可能有比较大的负债 而我想了解一下公司的负债主要是欠银行的呢 还是欠供货商的 达维塔 Devita Inc.的负债主要包括长期债务和应付账款 以下是一些关键点 负债结构 长期债务 达维塔的长期债务占其总负债的很大一部分 这些债务主要是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应付账款 这部分负债主要是欠供货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款项 具体数据 截至2023年底 达维塔的总负债约为168.93亿美元 其中长期债务约为57.59亿美元 应付账款和其他流动负债约为26.42亿美元 这些数据表明 达维塔的负债主要集中在长期债务上 而应付账款也占有一定比例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从刚才联体公用数据中 来看呢 就是它的长期负债大概也约60亿 这些长期负债每年的财务成本是多少 很显然就是应付账款 不需要承担利息 是比较好的负债 那么除了长期负债之外 它还有多少短期负债 这些短期负债的利息是多少 每年承担的财务成本是多少 根据最新数据 达维塔 Divida Inc. 的长期负债约为57.59亿美元 这些长期负债的年财务成本 利息支出约为2.5亿美元 短期负债 达维塔的短期负债包括应付账款和短期借款等 以下是一些关键数据 短期负债总额约为26.42亿美元 短期负债的利息成本 短期负债的年利息成本约为0.5亿美元 总财务成本 综合来看 达维塔每年的总财务成本 包括长期和短期负债的利息支出 约为3亿美元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很显然这些财务总成本 比其他的销售收入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他们对这个公司财务状况影响很好 是的 达维塔的财务成本相对于其销售收入确实较低 这有助于维持公司的财务健康状况 较低的财务成本意味着公司可以将更多的收入 用于运营扩展和创新 而不是支付利息 你对达维塔的财务状况还有其他具体问题吗 或者你想了解其他方面的信息 很显然巴菲特的倍数就是有道理的 巴菲特倍数就是可靠的 确实 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投资 通常被视为对公司财务健康和未来前景的强烈倍数 达维塔在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占有重要位置 这也反映了他对这家公司的信心 巴菲特有没有卖出过达维塔的股票这几年 在过去几年里 沃伦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确实进行了几次显著的股票卖出操作 以下是一些关键点 苹果公司 Apple Inc 从2024年第一季度开始 伯克希尔哈萨维大幅减持了苹果公司的股票 减持幅度约为56% 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2024年7月 伯克希尔哈萨维出售了约40亿美元